今天下午在布城 就有大批媒体记者留守在财政部大厅里 等待正在听证会录供的林吉祥出现 那原本大家以为这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结果才不过过了30分钟 这名行动党老大就快步地走出了大厅 之后他向媒体表示 专案小组其实找错人了 在这起案件中不应该传照他的 他们在召唤错人 他们应该召唤最高的厢务员 之后记者就一直追问林吉祥被问话的情况 究竟专案小组问了什么问题呢 对于记者的提问 林吉祥一概拒绝回答 还说他要说的早就在20年前已经说了 过后林吉祥打开手中的文件 把文告派发给记者们 之后就快步乘车离开了 他帮助 Speed